大家好 我是老郎啊 现在我们在日喀哲市的康马县 这叫卖什么香啊 今天的风好大呀 你知道吗 并不是多冷 冷气也确实冷 现在能有零下十几度 但是风特别的大 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个 废弃的工地 它原来是修道的时候的工地 你看一下外面啊 看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今天找到的一个录用地啊 看见了吧 我们两台车停到这儿了 这是九点的车 是九点的车 刚刚我就听到这边 风刮的光光的响 我就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响 然后 走到这儿 你看 哇 原来是这个 刚刚大风 把这个踩钢瓦的这个 外边这个钢片 已经刮掉了 快 哇 看这儿还有这儿 全挂掉了 我在车里 躺着都是吓死我了 我然后我们停到这儿 我还没有看这儿 哇这里边 这好像是一些标语什么的 一些标语什么东西 摘一个破的音乐机 哇这也刮开了 难怪这么大 哇这就刮掉了 就你们看 这风 现在风小多了 那会儿 风特别的大 这都刮开了 看 这边是什么地方 咱们看一下 这好像是厕所 这好像是厕所 这边是厕所吗 哦是厕所是厕所真拨了进来 看这边 刮到兄弟们 哎呦喂 看 全挂开了 这边也挂掉一天 这都是今天现挂掉的 我今天来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多 这但今天晚上风特别大 你说这里边能不能会出的 突然出了一个人呢 哎呀 算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那么我回走 太冷了 我也要去 车里休息了 我现在我穿了这个 都冷的我不行 看我 看 太吓来了兄弟们 晚上如果大人小子在这像睡觉 风这么刮 刮啦刮啦想 能不能把人吓死 真的 就跟打雷似的 我兄弟们 都刮到这了看见了吗 我车旁边就刮掉一片 我这我竟然没发现 还是上去吧 哎呀我的天哪 这是我的床 朋友们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就是说在荒郊野外睡觉的时候 刮大风就是刚刚你们跟镜头里边看见的那种 嗯 采光码片铁片的刮的光光山响 风特别大 真的 有的时候听起来真的挺吓人的 可能我这个人 有点胆大 哈哈哈 然后出去看了一下 其实 如果胆小的人 尽量把车门一关 就别出去 万一有人呢 好了 继续睡觉 接着休息 检查完了 什么事都没有 好了好了 别掉 他在干嘛他是 今天这个营地 早上我在车里睡觉 有个人到这 在这这么看 喊了一声 然后我那边走了 走到那边去了 不害怕的知道这是人 知道害怕的还得以为这是灵异事件 在半夜来一个人 大早就起到半夜了 又来一个人 哎呀我去 今天是休息休的 一不一不开 好